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里沃參數螺文篇 那這裡呢,我會建議你先學會參數的螺絲篇 因為我們如果已經學會了如何去畫一個真實的螺絲的時候 想必你也會有這個需求 就是我們要怎麼畫出一個真實的螺絲呢 那這裡呢,我們需要運用到的就是與螺絲是同樣的概念 但是我們需要透過先建立出一個螺絲出來 運用這個螺絲使用的多本體的技術以及凹陷的指令做出的真實的螺絲 並且未來會運用在3D列印 那列印完出來之後的物件呢 都可以跟真實的螺絲以及螺絲去做搭配的 那這裡要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我們要畫一個真實的螺絲之前呢 我們需要把一個真實的螺絲先畫出來 那這裡呢,所教導的是運用參數式的 意思就是使用數學關係式去連結它的 所以一開始呢,我們需要去連結的是 數學關係式的一個設定 那這裡呢,我就直接進來 數學關係式這個畫面 那對於這一塊如果還不是那麼熟悉的呢 你可以去參考參數的螺絲篇 那你都有詳細的解說 那因為這裡呢,參數螺絲篇是屬於延伸款的 所以那細節的部分呢,就不會講得太多 那主要就是告訴各位說 是用什麼方式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裡的設定呢 都跟參數的螺絲篇是一樣的 那這裡呢,就把它設定出來 那我們在參數的螺絲篇的時候呢 會多一個D1 D1這個尺寸呢 就是要連結的我們螺絲 所要給它預留的一個孔位 那這裡D1呢,等於 大D減掉括號 1.082532 乘以P 那再括號 所以是裡面先計算之後 再跟大D做相檢的動作 那這裡呢,我預設呢 會使用M10×1.5 來做一個我一個示範的一個範本 那這裡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那其他相關的 數學關係室的連結呢 這邊就是運用了 參數的螺絲篇那裡 所教導的一些細節 那這裡我不會講得太詳細 我就大致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呢 我是沒有去做出螺絲頭的 因為我們需要運用到的 就是螺絲它的本體的部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外螺絲的地方 那這裡所教導的是 左螺絲 那右螺絲的話 就是相綁過來 如果你有右螺絲的需求 或是說你做完之後 這邊來做一個近色本體 再把原本這個本體刪除 這個方式也是可以的 就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大致上就預留到這樣 那這裡呢我會建議說 你螺絲的這個地方呢 盡量的長一點 那這邊呢 我們螺帽基本上 應該是不會有這麼厚的 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 那我會建議你 你的螺絲的長度 已經要大於螺帽 盡量大個三倍 都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讓大家先去建立 數學關係室囉 那做完了數學關係室 以及真實螺絲的建立完之後呢 這是屬於前置作業 那再來就要正式進入 怎麼樣去建立一個真實螺帽 那首先呢 我們先要建立的是 螺帽的一個主體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先做出來 那做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要運用多本體的技術 就是我們原本這個螺絲呢 是拿來參考用的 那等一下我們會建立一個 螺帽的本體 那這兩個本體喔 給它分開 那要怎麼做 我直接稍微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我進入上基準面 那我在這個地方呢 我畫出一個 比較常見的 六角螺帽 那這裡呢 我以M10的尺寸來說的話 那這邊 我先給它做一個水平的放置 那我給它的外邊的這個 尺寸呢 是17 這裡畫完之後 我們可以連中間的孔呢 都先給它畫出來 那中間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要連結的數學關係室 那這裡呢 我們標尺寸的時候呢 給它一個等於小D1 那這裡就是我們剛剛 前面在前置桌子 所設定出來的數學式 連結完之後呢 它就會連結了這個尺寸 那看到紅色的 表示已經連結完成了 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做一個 深長填料的動作 那這裡我用兩側對稱 假設我厚度給它一個8 那這裡記得 合併結果 我們不要把它打勾 那打勾取消掉之後 按一下確定呢 就變成的一個 都本體的形式 變成螺帽是一個本體 螺絲是一個本體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前期準面 做出 螺帽 它的倒角的地方 上下都有倒角 那我就先畫一邊 另一邊 我用近色的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使用掃出的 那這裡呢 我會做得比較快一點 這邊細節讓各位去嘗試 這裡呢 做一個旋轉塗料 那這邊記得 我們在加工範圍 這個地方呢 記得把這個 選擇的本體呢 選擇這個 螺帽這個本體 然後選完之後 我們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 只針對這個本體呢 做一個 加工的動作 好 那做到這裡之後呢 我們把實體這裡打開 那這裡第一個呢 掃出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螺絲的本體 好 這是一個真實螺絲 運用數學關係室 所建立出來的 好 那這裡我們先把它隱藏起來 按下右鍵隱藏 這裡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做倒角 好 因為這樣等一下 我們做出的真實 螺帽呢 它的外觀會比較漂亮一點 好 這裡我給它一個 倒角的尺寸呢 是1 那這邊兩邊 我們都把它做倒角 好 然後直接按打勾 那做到這裡呢 我們基本上 螺帽的主體已經建立完成了 那這裡呢 會建議你 你預留下來的 這一個 螺帽的外邊呢 盡量大一點 因為未來我們 如果要使用這個 當範本的話 大的話 比較不會有錯誤 因為如果你太小的話 假設你的螺絲 尺寸是比較大 好 假設可能是M20 或M30的 那這邊可能 它的 壁厚不夠的話 它就會出現錯誤 我們還要去 手動去更正它 好 那假設你如果說 你使用的螺絲 可能不會那麼大 也許你可以用 像這個是M10的大小 來去做一個範本 OK的 那這裡讓大家去嘗試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 凹陷指令的設定 那這裡有 有三個方式可以看到它 第一個呢 我們從 特徵列的上面呢 會看到這裡 有一個凹陷的圖示 這個我們可以進入這個畫面 再來呢 是我們從最上層的插入 特徵 點開來之後 我們也會看到 凹陷的指令 那假設你在特徵列呢 是沒有看到凹陷指令的 我們要 把它開啟的話 我們可以從工具的制定 進來之後呢 我們選擇指令 指令裡面呢 有一個特徵 點開來之後 我們會看到一個 凹陷的一個圖示 我們按左鍵呢 往上拉動 我們就可以把它新增出來 用這幾種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凹陷指令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 進入凹陷指令 那這裡呢 我們把剛剛實體的這個螺絲呢 再給它隱藏出來 按下右鍵顯示 那這裡呢 我們直接點凹陷指令 點進去之後 第一個它要你選擇目標本體 那第一個呢 我們要選擇的是 羅帽的本體 直接點選它 點完之後呢 再來我們要做的地方呢 我們是要移除的 我們是要運用這個 螺絲的本體 把這個地方 參考 然後移除掉 那這裡呢 它會要你選擇 工具 本體的區域 那這裡呢 我們就是選擇了 螺絲的外邊這裡 我們把這四個邊 都把它選舉起來 選擇了 這兩個斜面 以及這個 圓柱 這裡就讓大家去 做參考選擇 那這邊全部都把它選舉起來 總共會有四個地方 假設你是用參數羅文篇 所做出來的呢 總共是會有四個面 那我們就把這四個面呢 給它選舉起來 選完之後呢 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除掉打開 這邊是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我們從預設 就可以看出來它的方向 那這裡是這樣子 那這邊參數呢 的偏移量 我會建議呢 使用0.2 當作一個基準 那這邊呢 會這樣做是因為 我們要運用到 真實的螺絲 跟這個螺帽做搭配 如果沒有 設定這個值的話 我們有可能呢 列印完之後 它有縮水 或是 它的 餘細不夠 就等於說 是沒有辦法去縮覆的 所以我們才會做這個動作 那我們從 外觀這邊 預設了 可以看出來說 它是往這個方向 那方向不對 你可以去反轉過來 那看起來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那這裡設定完之後 我們直接按打勾呢 它就會把它做出來 是相當方便的 做完之後呢 其實它已經完成了 那這邊可能不是很清楚呢 我把它剖開來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剖開來 就很清楚 可以看到說 我們原本的 本體的螺絲呢 是這個位置 那螺帽的地方呢 它就是 透過我們剛剛所設定的 0.2的偏移呢 做一個這樣的一個 輔助 來做一個 切除的動作 那這樣的話 我們在鎖附的時候 就會更容易了 那這裡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接下來呢 我要做 參數的更改示範 那這裡呢 我剛剛有講說 如果我們在常使用的一些 螺絲的尺寸呢 假設是比較大的 那我會建議你這個螺帽呢 也盡量給它畫大一點 那這裡的話 那我就直接示範說 我這個是M10的 所以呢 我讓它是往下 M8 M6 M5 M4 這樣來示範 看一下我們去修改數學式 它會不會呢 自動幫我們更正呢 我們來看一下囉 那這邊呢 要注意的是 我們所去更正的就是 螺絲的部分 螺絲 螺絲 螺紋的地方 那外部的它的 螺帽的地方呢 我們要手動去更正它 那這邊要注意這一點 那這邊手動更正就會蠻輕鬆的 就是厚度以及它的寬度而已 那主要是 運用的軟體呢 運用數學式 幫我們做出了 螺紋的地方 那我直接更改給大家看 現在預設呢 是M10x1.5 那我把它改成M8x1.25 看一下呢 它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修改完之後 我直接按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不會做一個更正呢 我們看一下 它是沒有出現錯誤的 已經把它做一個 M8x1.25的一個更正了 這邊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它已經縮小了 再來 我再來示範兩個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呢 我讓它再小一點 我直接做M5 我們來看一下 M5x0.8 看一下它有沒有辦法 自動更正呢 那基本上 螺絲的地方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在參數螺紋篇 是有測試過的 主要我們要看的是 螺帽的地方 會不會也更動呢 那看起來也是沒有問題的 M5的話 它也是縮小的 所以我們看到說 這個地方呢 越縮越小 那這裡的漏後 越來越多 那這裡的概念就是說 假設我們常使用的螺絲 比較大的話 那我就建議 這個外部的地方 要畫大一點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在改的時候 比較不會出現錯誤 要再做二次修正 我再示範最後一個 M4x0.7 看一下它能不能做呢 基本上 我們如果使用3D 連應到M4已經蠻小的 有可能M3的話 可能就是 太小了 所以連應出來 可能品質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 目前我測試過 M4是 算是最小的尺寸了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樣的狀況 好 看起來 M4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呢 我們修改完之後 我們就要手動呢 來去更正呢 這個羅帽的 它的一個外徑 以及厚度 那這邊就留給大家去嘗試 那看起來我們這個測試呢 參數羅帽篇 是非常成功的 它跟參數羅文篇是一樣 是使用 數學關係式 我們去更正之後呢 軟體自動幫我們 做出羅文的地方 那這裡我們也可以存成範本 那未來我們如果要畫 螺絲或羅帽 我們開啟範本 這樣子 我們就不用再做這些特徵了 那這邊讓大家參考跟嘗試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參數的羅帽篇 那這裡呢 運用參數的羅帽以及羅斯呢 這兩個 我們可以運用3D列印呢 把這個 羅斯以及羅帽列印出來 而且呢 這兩者都能跟真實的羅斯 以及羅帽去做搭配的 那這方面我去測試過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參考這個作品 那這裡 我們在運用凹陷指令的時候 羅帽是運用的羅斯 來做一個 平移的地方 那平移的是0.2 那這個地方呢 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值的 有時候也許這個0.2呢 是太大了 可能會比較鬆 那這邊你可以用0.15或0.1去下修它 或者是說 你列印的時候呢 0.2覺得它太小了 你也可以把它往上增加 0.25這樣子 那不建議到0.3 0.3應該是太大了 那這個地方我們在3D電印的時候 必須要注意到一點 我們如果是在印羅文的部分的話 我們第一個呢 絕對速度不要太快 我會建議你呢 不要超過30的速度 那我這邊所運用的都是 20的速度 那至於說 列印更小的羅斯 像是M5或M4的話 我會降到10的速度 讓它更慢 那印出來呢 它的羅文的品質才會好 那這邊每個層後呢 也不要太高 0.15或0.2呢 已經是極限了 在往上的話 羅文可能會比較不漂亮的 那另外一個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不管是印羅斯 還是印羅帽呢 都不要打開支撐材 那我們不打開支撐材的話 我們在列印的時候 這些羅文呢 是堆疊的時候 都會很順利把它堆疊出來的 如果我們有去設定支撐材的話 特別是羅帽 是沒有辦法移除的 那我們在鎖的過程呢 就會非常的困擾 這幾點要注意的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撐材! 3.0.6.1 方向